男神老公不爱我 经常不回家 我给他当了一年替身 赚够钱 我甩下一张离婚协议 闺蜜带我去私人岛屿庆祝单身 而她以为我死了 满世界通缉我 一个月没见的老公 我在酒吧碰到了 沈玉一身金贵西服 勾勒出优雅的身形 一向不喜欢别人触碰的她 正跟宋燕坐在一起 宋燕似乎喝醉了 摇摇晃晃的 几乎要靠在她怀里 她礼貌地低头听她讲话 神色冷淡 早就听说沈家的 世交千金要回来 没想到他们已经碰面 而我这个挂牌妻子 见到她的机会少之又少 心脏传来暗暗闷痛 周围的同学哄笑着 庆祝完成研衣的期末论文 我什么都不听不进去 身旁的人推了推我 我才被迫收回目光 室友故意逗我 看上谁了 这么入神 我摇了摇头 那些人却不肯放过我 说我玩游戏走神 罚我大冒险 室友眯起眼睛 朝四周看去 一眼就看到了 气质出众的沈玉 既然咱们一个宿舍的 我就不为难你了 你去找那个帅哥 要个联系方式就行了 我看着他手指的方向 僵硬地笑不出来 我要是过去打断 他们的好事 今晚恐怕会被沈玉 扔出门 在大家看戏的目光下 我自罚三杯 室友一愣 笑出声来 乔然 你什么时候这么耸了 哎呀 咱们计划是害羞了吧 不会吧 难不成真看上那个人了 陈阳 你可得努力了 大家起哄着 陈阳看了我一眼 立刻撇胎目光 转移了话题 他们不知道我已婚 经常打去我 我也没太在意 三杯酒下肚 我有些撑 一抬头 正好对上那双诺眸 沉沉的目光看过来 压迫感太强 我心慌地撇开目光 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角落里 奇怪 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人 又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躲 玩了几轮游戏 我找借口离开 陈阳起身凑过来 绅士地说要送我 室友冲我几眉弄眼 仿佛让我把握好机会 我有些哭笑不得 突然 不远处卡座上的男人起身 静止朝我走来 他周遭气压很低 让我忍不住后退 冉冉 结束了吗 我们回家吧 这是他第一次 这么亲密地叫我 我脑袋一片空白 忘记了如何反应 同学们瞪大眼睛 顿时八卦的目光 在我们四周回荡 陈阳打破僵硬 乔冉 这是谁呀 他 他是我结巴着 并不想捅破 那个虚假的婚姻 因为沈玉从未公开过 大概是不想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浅色高跟鞋踏来 一抹倩影扶住沈玉 你好了没 我头好疼 送我回去吧 沈玉神色一冷 还未做出动作 被送烟抱紧胳膊 他娇称地瞪着她 嗓音一贯发嗲 干嘛对我这么冷淡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忘了 两个人对视着 像是恋人的追忆 我脑袋一团乱麻 并不想知道 他们之间有什么约定 我清楚地看到 沈玉手上没有带婚戒 而我将婚戒 小心翼翼地 用项链戴着脖子上 幸好他此刻藏在我衣服下 要不然太可笑了 我连忙拿起包冲了出去 身后传来两道交集的男音 乔冉 乔冉 等等我 沈阳追上来 走出酒吧 新鲜空气吸入肺里 这才觉得舒服了一点 沈阳站在路边陪我打车 有一两酒才发话 乔冉 你跟那个人认识啊 嗯 邻居 沈阳宁静地眉头松开 笑意浮现 难怪他说 要跟你一起回家呢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我送你回宿舍 语气温柔有礼 让我无法拒绝 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我看到后视镜里的黑色宾利 宋燕习惯性地打开副驾时坐了上去 沈玉没有阻拦 就好像一切理所应当 我自嘲地勾了勾唇 任由凉风吹来 我能嫁给沈玉 真的是个意外 小时候 西城那块片区还未改建 我与沈玉在一所初中上学 她是学校有名的天之娇子 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 大家都知道 沈玉有个世娇妹妹 叫宋燕 她是个千金小姐 娇软任性 特别喜欢撒娇 她们是所有人眼中的天生一对 我家在破旧的小巷里 和沈家小区紧紧隔了一条马路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 我跟她与你有别 所以再喜欢 我都不会多看她一眼 和她产生交集 是有次晚自习下课 沈家的仇家暗中绑架沈玉 我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拽着那个凶神恶煞的大叔 不让他走 就拖延的这两分钟 保安赶来了 沈玉获救 我被踹伤住院 躺了半个月 他为了答谢我 经常来医院给我补习 托他的福 后来考上同一所高中 只可惜 高一时我父亲生病住院 我在疲惫又贫穷的生活中 与他渐行渐远 不过倒是经常听到 沈玉和宋燕的绯闻 听说高考前 宋燕哭着求沈玉陪他出国 但沈玉为了爷爷没去 千金小姐一气之下跟他分手 远渡重养 为此沈玉高考考 考杂了 调当到了我那所普通一本大学 狗写的是 大学毕业时 他跟我都喝多了 荒唐了一晚 我知道 他可能是把我当成送烟了 要不然 怎么会那么用力地抱着我 嘴里还念着 别走 别走 正逢他爷爷重病 我无意中知道 之前资助我医药费和学费的人 就是沈爷爷 为了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 沈玉让我跟他协议结婚 婚后一年 我们还是像陌生人 那天之后 沈玉给我打过电话 让我回去 但我婉拒了 既然宋燕回来了 我就没必要再去碍眼 正好导师 让我帮忙翻译一些材料 我还有理由在学校待着 晚上刚忙完 就收到闺蜜七七的消息 她发了一张图 是沈玉跟宋燕一起下班 两个人谈笑 似乎很投机 七七发了好几个六十秒语音 我很不想点开 里面全是她生气的咆哮 为我打抱不平 我无奈地笑了笑 宋燕回来 带着一个出问题的建筑项目 她只要撒撒娇 沈玉就会答应跟她合作 即便是知道那可能会亏损 既然如此 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 也该到了尽头 周末 我回别墅 打算跟沈玉谈谈离婚的事情 这个别墅是她新买的婚房 做做样子 实际上 她忙于出差 都没回来几次 而我也经常在学校 我等了她很久 一直到晚上十点 桌上的饭菜已经冷了 我给她打电话 接通时 那边很嘈杂 沈玉 你应该没忘记 今天跟我有约吧 抱歉 我可能会晚点回去 她的嗓音带着醉意 我听到那边传来 宋燕的催促声 好像是她的局 应该是沈玉 去帮她谈合作了 果然 我是排在宋燕后面的 也理应如此 没关系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轻描淡写着 挂了电话 一整天的紧张不复存在 满腹离婚的台词 也可以忘掉 我拿出离婚协议 果断签了字 按上手印 离开时 家里的东西 我都没拿 沈玉之前给我的黑卡 我也放在了茶几上 我把该还的医药费和学费 都打在了里面 以后 互不向嵌 坐上七七的跑车 我还感觉有些不真实 宋燕紧紧回来一周 我就跟沈玉没了瓜葛 乔同学 恭喜你恢复单身 今晚本小姐命令你 不醉不归 她22岁生日 父母送了她一座小岛 她早就想去完了 正好现在暑假 带我去看风景 说好的看风景 却还叫了一群俊男美女 琪琪拉着我沉浸在纸醉金迷里 等我醒来的时候 身旁还躺着一个帅哥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 突然门被推开 兰兰兰兰兰兰你前夫疯了 你快点躲起来 什么 沈玉她在满世界通缉你 电话都打到我妈那去了 完了 她不会是要报复你吧 琪琪焦急地拽着我 似乎想把我藏起来 我宿醉后头疼欲裂 反应迟钝得很 还没等他联系游艇 外面突然响起直升飞机的声音 紧接着 度假山庄的大门被暴力踹开 一分钟的时间 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 身后跟着整齐滑衣的保镖 沈玉风尘仆仆 看到我跟一个男人坐在床上 他拳头捏紧 眼眶烟红 悄然 我还没同意离婚 气氛凝固几秒 身旁漂亮的男生 抓了抓头发 打量着他 然后搂住我 姐姐 这就是你那个前夫啊 果然不怎么样 我咽了咽口水 感觉气压又低了一些 不等我推开他 一阵力道风一般的袭来 沈玉恼怒地将他拽到地上 一拳揍了过去 谁准你碰他的 音质的语气 仿佛丢了什么心爱的宝贝 那男生瘦弱得很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怕闹出人命 连忙上前阻拦 沈玉 你别打了 快住手 他阴狠地瞪着我 眉头拧得死紧 你还护着他 你就喜欢这种男人 他有什么好的 谁说我喜欢他了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在我房间的 我就算再怎么心情不好 也不会随便乱来 一旁的琪琪 尴尬地咳了一声 丝毫不敢说话 顿时 我明白 这男生怎么在这了 沈玉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琪琪连忙举手投降 那个肯定是他喝醉了 不小心进来的 我 我还有事 先走了呀 琪琪姐 等等我呀 小男生瑟瑟发抖地跟着他 生怕被丢下了 两个人推嗓着 还在滴雨 七姐 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老公是沈总啊 我差点就没了 闭嘴 我要被你害死了 明明是你叫我去的闹剧结束 外面的保镖很拾去地关上门 沈玉不爽地擦了擦手上的血字 松了松衣领 他的目光打亮着我 让我很不舒服 沈总 你这样乱闯别人的地方 不太好吧 他冷笑一声 昨晚除了他 是不是还有其他男人 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冷淡地还击 你这么在意做什么 反正都要离婚了 他眸底一沉 突然抓住我的肩膀 拇指按住我的脖梗 有些用力 我没同意离婚之前 你就是我老婆 不在意你在意谁 告诉我 这上面的痕迹 是谁弄的 他的眼神似乎想杀人 我那么地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 有些无语 蚊子咬的 海岛就是这样 蚊虫很多 沈玉仔细瞅了瞅 脸色缓和了一些 我烦躁地推开他 沈玉整了整凌乱的衣服 诞生开口 换衣服 跟我走 一本正经的模样 跟刚才的冲动 大相径庭 去哪 爷爷病情加重了 要见你 我松了一口气 心头又有些酸涩 原来如此 我就说他 怎么会急着找我呢 疗养院内 环境极好 我走进VIP房间 爷爷正在看书 爷爷见到我很开心 拉着我聊天 寒暄了几句 趁着沈玉出去打电话 爷爷低声问我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是不是那小子对你不好 没有 我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离婚的事情说了 爷爷闻言 叹了一口气 才结婚一年就要分开啊 这小子怎么这么没用 跟他没关系 爷爷 我只是觉得 我们分开会过得更好 突然 房间门被推开 沈玉大概是听到了这句话 脸色沉沉的 离开疗养院的时候 爷爷有些不舍 坐在车上 沈玉一直没启动车子 良久 他深呼吸一口气 爷爷身体不好 离婚的事情 改天再说 为什么改天 爷爷又没什么意见 我拧眉 老人家不是一直身体不好吗 当初医生说他命不久矣 结果结婚后 爷爷还好好的 他逆了我一眼 嗓音发凉 你这么着急 离婚做什么 我想回归自己的生活 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 早点分开 宋燕也可以名正言顺回来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沈玉盯着我 似乎想说什么 又咽了回去 我回到学校 看到了今早的新闻 沈总大闹医院 哭着寻找王妻王妻 大家都在八卦 沈总隐婚的事情 而我看到上面的图片 沈玉急躁地扯着医生 似乎崩溃得要哭 原因是我离开时 坐的那辆出租车坠僵了 可我后来上了七七的车 根本没在那里 沈玉以为我死了 大闹医院 然后没找到人 这才满世界通缉我 看完新闻 我有些纳闷 一个平常都不会见面的人 怎么会这么在意我呢 突然 手机来电 是陈阳 他的语气很欢快 说是有个公司项目临时缺人 想找我去做兼职 我学的小语种 经常接一些翻译的活 赚钱的事情 我自然答应了 但没想到 这个项目的合作方 是沈玉的公司 会议室内 我跟陈阳坐在一起 检查文件内容 自从沈玉进来后 气氛就变得十分压抑 他盯着我 目光很不对劲 我都不敢抬头看他 整场谈论下来 大概是沈玉脸色不好 沈氏的产品经理特别胶着 报价紧逼不放 最后 法国公司这边也不退让 双方僵持住了 我跟陈阳面不改色地进行翻译 中场休息时 总算松了一口气 陈阳拍了拍我的肩膀 刚才真是太恐怖了 辛苦你了 没事 就当增长经验了 一会要不要一起吃饭 我介绍瑞达的项目经理 给你认识 到时候 说不定可以一起去 同一家公司 瑞达就是这家法国公司 我又移了一下 实习公司 其实我还没找好 突然 沈玉陈卓连走了过来 跟我走 语气冷硬 显得有些没礼貌 陈阳拧眉 看出我们之间的不对劲 但还是笑着打圆场 悄然 没想到你邻居这么厉害 居然是沈氏的CEO 我浑身僵住 听到身旁的冷笑 邻居 沈玉眯起眼睛 不跃到了极致 陈阳点头 是啊 还挺有缘的 她是我老婆 沈玉冷淡地打断她 直接搂住我 陈阳呆住了 沈玉强硬地把我带到办公室 关上门 愤怒扑面而来 邻居 你就是这么跟人介绍我的 我本来有些心虚 但一想到上次酒吧里 她跟送烟的情景 顿时就挺直腰杆 怎么了 反正我们都是要离婚的 这样说比较方便 沈玉像是被我气笑了 烦躁地解开袖扣 所以 你这么急着离婚 是为了她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 刚才开会的时候 你们的小动作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呢 什么小动作 那是翻译过程中的默契 沈玉 你真是不可理喻 我瞪了她一眼 不想跟她胡搅蛮缠 正要推门而出 她将我拦住 一把抱紧我 低沉的嗓音响起 带着浓浓的战有欲 不准去找她 她只是我的同学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搞得好像你喜欢我一样 我挣扎着 口不择言 沈玉一顿 拽着我的力道 松懈了几分 她咬牙 猴姐滚动着 是 我是喜欢你 喜欢了好几年 想要你想得快疯了 我愣住了 每个字都听得懂 可从她嘴里说出来 就让人有些费解 她怎么会喜欢我呢 我缓过神来 想到了合理的解释 你是不是为了让我不离婚 故意说这些话来骗我 我有必要吗 她眯起眼睛 似乎更生气了 确实 我对她又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可是这也太突然了 我脑袋一团乱麻 推开她后退几步 不可能 哪有人喜欢我 会一直那么冷淡 还总是对我避之不及 家都不回 沈玉拧眉 抓住我的手腕逼近我 你确定一直以来 逃避的人是我吗 当初是谁 非要保研来这么远的城市 又是谁 每次拒绝我吃饭的邀请 还一直助校不回来 她说的这些 确实是我在回避 当初我以为 她并不是自愿跟我结婚 才特地跟她保持距离的 乔然 你以为我是为什么 非要把开分公司到这里 还特地在这个城市买婚房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谁 你不清楚 她句句紧逼 又气又急 我瞪大眼睛 整个人反应不过来 这些细节 我从来都没敢往自己身上想过 从小我就是个很别扭的人 明知道不是我的东西 就算在喜欢 我都会装作不喜欢 所以我一直跟沈玉保持距离 避免自己陷入不属于我的爱情中 突然沈玉的手机响了 胶着地对峙被打断 她拿出手机 直接按下挂断 我清楚地看到送烟两个字 很快 对方又打过来 你接吧 我先走了 我正要推门 被她拉住 乔然 你又想夺我是不是 沈玉紧盯着我 当着我的面 把手机关机了 带着一种证明的意味 既然你觉得是我在逃避 那从今天开始 我再主动一点好了 怎么样 她冲我挑眉 目光坚定 她来真的 不等我回应 她霸道地带着我出去吃饭 沈阳还在电梯口等我 沈玉故意牵着我的手 从她面前晃过 沈阳见我脸色不对 轻声问 乔然 你没事吧 我老婆跟我在一起 能有什么事 沈玉冷淡地扫了她一眼 沈阳哽了一下 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我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很不习惯沈玉一口一个老婆 沈玉内心不满 但还是笑着说 怎么 沈阳一想跟我们一起去吃饭 她就是故意的 但没想到 沈阳顺势答应了 我家在中间 脑袋还是乱的 饭桌上 气氛很诡异 沈阳若有若无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什么时候结的婚 沈玉笑盈盈地一一作答 我跟她初中就认识了 算是半个青梅竹马 后来暗恋她多年 好不容易把她取到手 她一向很害羞 所以没好意思跟同学公布自己结婚的事情 沈翻译别太在意 平淡的语气下 暗藏着一丝炫耀 沈阳大概是没想到我居然藏了这么久 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我尴尬一笑 在桌底踢了沈玉一脚 让她别说了 沈玉面不改色地给我夹菜 很奇怪 她点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明明我们之前交集很少 她怎么了解我的 我纳闷地看了她一眼 总感觉她暗恋我这件事很不真实 趁着沈玉去买单 沈阳拉着我说话 乔冉 你老公看着不像好人 你小心点 怎么了 上次在酒吧 她身边不是有个暧昧不清的女生吗 她这么一说 刚才心头浮起的一点甜蜜 瞬间荡然无存 我当然没忘记送烟的存在 得找个机会问清楚 下午谈合作的时候 异常顺利 沈玉主动做出了退让 很早结束了这场会议 陈阳冲我笑 刚才经理说你表现得很好 改天要请你吃饭 好啊 一起回学校吗 一个冷淡的声音突然插进来 替我回答 不了 她跟我回家 沈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 现在也不是她下班的时候啊 她强势地靠过来 当着所有员工的面搂住我 其他人惊讶了一下 但也不敢讨论老板的私事 纷纷纷紧没弄眼 陈阳咬了咬牙 还是微微一笑 那你们路上小心 悄然 别忘记我说的话 她说 沈玉不是好人 让我小心她 去停车场的路上 沈玉一直在问我 陈阳到底说了什么 我含糊地敷衍着 她说 让我跟她一起去瑞达公司实习 她将信将疑 冷笑一声 她做梦 沈玉正准备开车 她的助理急匆匆得跑了过来 沈总等等 宋经理那边出事了 建筑资金有问题 有人来要债砸场子 宋经理被打伤了 我拧眉 听起来好像很严重 难怪中午的时候 宋燕不停地打电话过来 沈玉不耐烦地打断助理的汇报 受伤了就去医院 跟我说有什么用 她的项目 她自己负责 助理一愣 看着车子扬长而去 沈玉淡定自若地开车 还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我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这人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宋燕对她不重要了 沈玉觅了我一眼 轻笑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有什么话就问 你 你之前跟宋燕不是情侣吗 沈玉一顿 方向盘差点没捏稳 从哪到听途说的消息 除了你 我从来没喜欢过任何人 她真是越来越直白了 我的耳朵有些发烫 看来我们之间有很深的误会 可这次一起回家 还是没有成功 半路上我接到医院的电话 我父亲病情加重 不能再拖 医院让我尽快做出决定 是回家保守治疗 还是动手术 我赶去医院 看到形同枯搞的父亲 眼眶忍不住红了 沈玉拍了拍我肩膀 低声安慰 别怕 有我在 沈玉想陪着我一起照顾父亲 但他公司有事 只能晚上过来 周四晚上 没等到沈玉 倒是等来了一个匿名消息 图片上 沈玉去接宋燕出院了 偷拍的角度问题 两个人看起来很亲密 我愣了一下 这目的性也太强了 是为了让我跟沈玉闹矛盾吧 可我现在没功夫去管这些 我直接把消息转发给了沈玉 然后继续陪着父亲 深夜 我快睡着的时候 一个外套盖在我身上 我被惊醒 睁开眼便看到沈玉担忧的目光 这么晚了 你过来干什么 怕你误会 来跟你解释 沈玉拍了拍我的肩 让我去沙发上睡 可我现在睡意全无 干脆拉着他到走廊谈话 深夜寂静 他主动开口 今天去接宋燕的不只是我 还有公司的总监 发信息给你的人 我会查清楚的 嗯 我知道了 我疲惫地点头 最近父亲的事情 让我焦头烂额 实在是没精力去管这些了 沈玉垂眸盯着我 有些无奈 乔然 你一点都不在意吗 语气带着不易察觉的难过 我挑眉 他这是想看我吃醋 正想逗逗他 低头看到他手上的婚戒 又戴上了 诶 你之前不是不戴婚戒吗 谁说的 之前我一直都戴着 但是前段时间 跟一个合作伙伴 去泡温泉 把戒指摘下来后 被助理弄丢了 我让人重新定做了 前天才送来的 我点头 原来是这样 沈玉瞅着我 忧怨地开口 不戴婚戒的是你吧 哪有 我戴在脖子上了 上面的钻石太浮夸 我怕弄丢了 我抽出项链给他看 沈玉冷淡的面容上浮起笑意 乔染 抱抱我 他嘴上说着请求 手却已经还住我 温柔的气息席卷而来 让我有些昏昏欲睡 我迷迷糊糊睡着 被人重新抱回了沙发上 低声的祈求在我耳畔响起 乔染 可不可以不离婚 多在意我一点好不好 拜托了 我父亲的脑部肿瘤 情况恶化 不能再等了 就在这个时候 沈玉请到了 有名的脑科专家杨生 手术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杨生这个名字 我听过 之前我为父亲的病苦恼时 找了很多资料 不过杨生早就隐退了 我也没办法联系到他 沈玉居然能找到他 请他出山 看来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 手术那天 沈玉一直陪在我身边 忙前忙后 看着手术室冰冷的大门 我的指尖微微发抖 沈玉握紧我的手指 轻声安抚 乔染 别怕 我陪着你 我是你丈夫 你可以依赖我 轻缓的语气 却像是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很多次 我一个人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 都是孤身一人 但这次 终于有人陪着我 一起前行 我的眼泪不停地掉落 四个小时后 医生走出来 说手术成功 我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去 大概是太过高兴 我激动地抱着沈玉 不停地说谢谢 她的手落在我的头发上 跟你老公 不需要这么客气 我清了清嗓子 耳朵红了 父亲送入特户病房修养 沈玉一有空 就过来陪我 周末 七七还特地来找我庆祝 我们在附近的餐厅吃饭 点菜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我没仔细看 只顾着跟七七说话了 七七总觉得 我之前被沈玉欺负了 所以故意灌她酒 想报复回去 我看她喝了不少 依旧面不改色 嗯 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不是一平道吗 饭后 沈玉去买单 很久都没回来 我这才意识到 刚才我肯定没看错 宋燕也在这里吃饭 七七给我讲八卦 我心不在焉地笑着 我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 没想到在拐角碰到了他们 沈玉 你什么意思 现在利用完我就想把我踢开吗 我出事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来 知不知道要债的那些人 有多可怕 我还以为你 接我出院是关心我 没想到 最后还是想利用我 宋燕恼怒地瞪着她 红着眼睛 像是要哭出来 沈玉冷冷地看着她 利用 我们不是各取所需吗 我帮你搞定那个项目 你请你舅舅出山 很公平 你明知道 那个项目是次要的 我说了 要你像以前一样 对我 你为什么 还是对我这么冷淡 宋燕 我很早就告诉你了 我可以把你当妹妹 但如果你有别的什么心思 那我只能 跟你划清界限 呵 就为了那个女人 你要跟我划清界限 论家是样貌 她样样不如我 她凭什么呀 沈玉神色一领 就凭我喜欢她 沈玉 你眼瞎呀 宋燕气急了 看她油盐不尽 打算直接扑上去亲她 沈玉侧身躲开 宋燕差点撞到墙上 我站在墙角 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杨生是 宋燕的舅舅 难怪沈玉能找到她 那么当初在酒吧 宋燕跟她坐在一起 是在谈交易 沈玉抬头看到我 眼底有一瞬间的慌乱 下一秒 她快速地走过来 抓住我 悄然 我刚才没碰她 真的 跟她在这里碰到是巧合 不信你可以调监控 她语无伦次 像是慌得不行 我知道啊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我怕你又要跟我离婚 这是什么离婚后遗症吗 看她担忧的模样 我有些想笑 刚才心底那些 胡思乱想的烦闷 瞬间烟消云散 宋燕瞪着我 不屑地冷笑 悄然是吗 你别太得意 就算你嫁给了沈玉 你们也不会长久的 因为你们根本不配 很久以前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现在知道 沈玉喜欢我 这些言论 就已经不重要了 好啊 拭目以待 我挑衅地微笑 轻易地挽住 沈玉的胳膊 沈玉愣愣地看着我 嘴角微微翘起 宋燕看着我们 一婴一喝 生气地走了 沈玉急切地问我 你刚才的意思 是不会跟我离婚了吗 我不好意思地垂眸 想把手抽回来 被她捏紧 乔染告诉我 嗯 不离婚了 她眼睛闪烁着 高兴地将我搂紧 难得看到她这么开心 像是找回了 丢失的宝贝一般 琪琪知道 我刚才撕逼了 吵着闹着 要去跟宋燕打一架 我把她拦下了 回医院的路上 琪琪还在跟我叙叙叨叨 说下次一定要叫上她 医院门口 正好碰到了陈阳 她拿着一个果栏 冲我挥手 乔染 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听说叔叔手术成功了 我来看看 谢谢 我们一起上电梯 陈阳看着我跟沈玉牵着手 眼神往上 跟沈玉对视 沈玉嘴角轻挑 此刻心情很好 两个人谁也不肯收回目光 暗中较量 到了病房 我爸看到陈阳 连忙打招呼 之前我一边忙着学业 一边照顾父亲的时候 陈阳也来帮过我 所以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沈玉这个准女婿 被晾在一旁 脸色有些不好看 她默不作声地 上前给我爸倒水 刷一刷存在感 陈阳装作不经意提起 之前我辛苦的日子 而沈玉并不在我身边 沈玉淡然地揭查 之前工作太忙 只想着把分公司 开到这里陪她 不过之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在她身边 陈阳又被秀了一脸 只能咬牙微笑 沈玉一直是不紧不慢 仿佛根本不把对方 放在眼里 琪琪看着他们互不相让 冲我几眉弄眼 你老公挺能忍啊 有点东西 可能吧 毕竟这人憋了好几年 才跟我告白 我出去缴费的时候 沈玉跟了过来 她喝的酒 似乎这会上头了 脸有些发红 你跟陈阳关系 有这么好吗 她早就认识你罢了 沈玉垂下眼眸 神色不清 直到交完费 她还是面无表情 到了没人的地方 她突然将我按在墙上 凶狠地吻 直接落了下来 我挣扎了一下 被她抱紧 自从她告白之后 似乎变得毫无忌惮了 喘不过气时 她才松开我 你知道上次那个短信 是谁发的吗 嗯 是陈阳 她故意挑拨我们 沈玉不爽地说着 语气像是小孩子 在告状 我笑了笑 难怪陈阳刚才 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她呀 是怕我遇人不输 沈玉垂眉 没好气地反驳 她才不是好人 她这是贼喊捉贼 你以后离她远点 听到没 她咬着我的耳垂 我只好点头 我想回病房 可她不松手 今晚跟我回家吧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看着她忧深的目光 我觉得这个谈谈不简单 不行 我还要照顾我爸 有护工在这里 你该好好休息几天了 都瘦了 她捏住我的腰 像是很心疼 又不过她 最后还是回家了 回到家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很是不自在 我先去洗澡了 我准备逃去楼上 她抓住我 急什么 坐下来谈谈 沈玉将我按在她腿上 周遭萦绕着她的气息 我浑身紧绷起来 谈什么 你之前为什么要一直躲着我 她一改之前冷淡地作风 目光深邃地盯着我 我敏纯 索性坦白 我以为你喜欢送烟 所以才跟你保持距离 而且那天在酒吧 你跟她的行为举止 确实让人误会 那天我还没把她推开 你就冲出去了 抱歉 后来应该第一时间跟你说清楚的 可是项目太忙 一直没时间 你又总是躲着我 她说着 语气有些委屈 我盯着她好看的眼睛 鼓起勇气 沈玉 你怎么没早点跟我告白 其实我 我也喜欢你很久了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脸也越来越红 她一顿抱着我的手收紧 她眼神里涌出巨大的惊喜 连声音都带着颤抖 因为我跟你一样 也是胆小鬼 我们都害怕拒绝 我们都以为对方喜欢着别人 但幸好 一切不算太晚 冉冉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她低声哄说着 唇瓣贴着我的耳朵 我脸红得要命 只想逃 不要 现在谈完了 你可以放开我了 还没完呢 老婆细密地稳落了下来 轻易又炙热 末了 她非要逼 问我 告诉我 你喜欢谁 我喜欢你 我带着哭腔 嗓子都哑了 她笑了 心满意足地抱紧我 我父亲身体恢复了一些后 沈玉非要补办婚礼 因为之前是协议结婚 一切都太仓促 但这次真结婚 她全部都一丝不苟地自己负责 是婚纱的时候 沈玉全程陪着我 等我换上白纱走出来 她眼睛都亮了 她猴姐滚动了一下 压住心头的造诣 老婆 你真好看 我脸有些发热 看着镜子里穿新装的我们 感觉很奇妙 琪琪在一旁帮我拍照 突然感叹道 你俩能不能照顾一下单身狗的心情啊 搞得我也想结婚了 之前是谁说单身至上的 正准备嘲讽她 又听她故作可惜道 可是我不能为了一条鱼 就放弃整片海洋 啊 好难啊 我无语地摇头 沈玉抬手拨弄 我耳旁的碎发 低声说 老婆 今天我下班很早 你也早点回家吧 看她浓重的谋色 就知道她话里有话 我尽量 因为琪琪说 晚上给我举办了婚前狂欢 party 不过只是噱头 是她想带着我放松罢了 照顾我爸的这段时间里 我都没怎么好好休息 等沈玉去了公司 琪琪立马把我拐上车 晚上 我们来到一个新开的酒吧 然然 今天我叫了几个特别帅的体育生弟弟 你可一定要看看 保证让你尖叫 琪琪兴奋地挽住我 嚷嚷着让我帮她品鉴 结果走进酒吧一看 里面清一色的女孩 就连服务生也都是女生 琪琪茫然地挠头 怎么回事啊 今天是女士专场吗 她纳闷地抓住酒吧经理询问 经理礼貌地微笑着 不好意思 方小姐 沈总交代了 有沈太太的娱乐场所 不准出现男士应声 啊 那我请的那些帅哥呢 这个 您就得问沈总了 经理尴尬的敏唇 连忙溜了 琪琪翻了个白眼 美好气地闷了一杯酒 你老公管得也太宽了吧 不准你玩 还不准我玩 呃 毕竟前车之鉴 上次小岛那回 沈玉可没少生气 琪琪自顾自喝了一瓶酒 扫兴地各回各家了 我回到家 沈玉坐在沙发上看电脑 她笑吟吟地看我 跟个没事人一样 回来了 不是说会晚点吗 明知故问 我换了鞋 想去洗澡 沈玉连忙跟了上来 一把抱住我 老婆 出去玩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回来我陪你玩 跟你有什么好玩的 你想玩什么都可以 她嗓音低哑 不等我回应 就直接亲了上来 真是不讲理 不过这一晚 玩得有点久 番外 我叫沈玉 父母早逝 是爷爷把我一手带大 没人叫我如何去爱别人 但我知道 我想要什么 我该做什么 初中的时候 有个女生救了我 她看着鲜弱 却很坚韧 我想要她 想一直拥有的那种 我给她补课的过程中 发现她很可爱 不过她数学太差 我给她整理了 适合她思路的学习方式 好让她跟我考上 同一所高中 学校在传 我跟宋燕的绯闻 可是乔冉好像并不在意 她不喜欢我 并且在高中后 开始疏远我 基于这个认知 我开始了一系列行为 首先 让老师把优秀的女学生 吊在她座位旁 让她好好学习 避免早恋 其次 我暗中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故意考上她的大学 最后 让爷爷暗中接济她 帮助她完成学业 我拦截了很多次 别人给她的情书 但也有漏网之余 大学里 她跟一个叫陈阳的男生 关系很好 他们约好一起保研 去同一所学校 我很不爽 于是毕业聚餐时 我把喝醉的她 带去房间 我只是想造成 生米煮成熟饭的假象 可她居然主动亲了上来 然后一切失控了 我让爷爷装病 好让我跟她结婚 结果一年了 她还是对我不理不睬 不接受我的好意 不接受我的邀约 跟陈阳一起聚会就算了 居然还要跟我离婚 我生气地把她抓回来 想尽办法留住她 如果她非要走 我有一百种办法 把她关起来 还好 她终于跟我开诚不公 解开了我们彼此的心结 不幸的是 我们错过了很多年 幸运的是 她也很爱我